还记得被中国制裁的美光吗 它这次是真的怂了 2023年5月 中国对美光进行制裁 明确要求在关键技术设施领域 不允许使用美国的产品 制裁初期美光还非常硬气 说啥中国的制裁有点影响 但不大 他们相信可以活得好好的 这个语调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啊 没错 就是和华为当初说 争取活着非常相似 甚至比华为当时还更加硬气 因此一些美国媒体和美锤们 把美光夸上了天 说啥制裁美光是中国的损失 美光是中美芯片站的桥头堡 甚至有人还把它和华为进行对比 称它是美版华为 可以说 有些人对美光的应急那是相当满意 美光活得越好 就越能证明中国的影响力越差 结果呢 他们很快就被打脸了 美光不但没有和中国硬钢到底 反而开始讨好中国了 他们先是紧急找中国进行协商 然后又找美国商务部出面抗议 结果都没用 一个月后 美光突然宣布要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投资额高达43亿人民币 这可把那些美锤给整得非常尴尬 要知道 此时距离制裁才刚刚过去一个月 美光转变得如此之快 是他们完全没想到的 不是说好了没太大影响吗 不是要和华为一样好好活着吗 人家华为被制裁了好几轮 都没贵 还打破了多项技术垄断 带着中国芯片和软件的行业 集体突围 过得是相当潇洒 你倒好 5月份制裁 6月份还在嘴硬 结果6月还没过呢 你就直接开始舔了 堪称光速认怂啊 这让那些支持美光的人 还怎么挺着腰杆 还怎么吹美国技术碾压呢 但是让他们更尴尬的是 这才只是美光认怂的开始 在这之后的两年 美光只要有机会 就找人说情 或者和中国套近乎 就拿纪念来说 美光就在中国开启了 狂轰乱炸的求情模式 先是3月份 美光总裁亲自到访中国求情 说啥美光业务开战 不会影响中国 还会加大投资等等 然后是9月份 美国商务部部长 雷蒙多访华 美光让他们帮忙和中国说情 10月份 他们又委托美国参议院领袖 舒默说情 11月份 中国举办进博会 美光又屁颠屁颠的跑来参加 要知道 进博会举办了很多年 美光一直都不屑参加的 今年不但打破了惯例 而且参加的态度还相当好 可以说美光这哪里是认怂啊 就差点跪下了 如果有中国企业这么舔美国 估计在国内早就被开出国籍了 但美光就是这么干了 而且那态度 要多诚恳就有多诚恳啊 这让那些美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气势 但即便如此 中国依然不惯着美光 我们制裁美光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初美国对中国芯片制裁的时候 美光可是功不可没啊 早在2017年 美国就已经对中国科技企业搞事了 不但说中国进华公司偷了他们的技术 还把进华给告了 要求他们停止销售存储芯片 进华是中国重点扶持的芯片企业 在存储芯片领域也有很多的技术储备 当然也不服美光 反手就把美光也告到法院那里 本来这也没啥 专利纠纷都是打来打去的 大不了拿起了事呗 但美光这家伙可应了 他们在专利上搞不过进华 就借着懂完贸易仗一直在挑事 一会说我们偷了他们的技术 一会说我们科技威胁了美国企业 在他的调动下 还没等到美国法院宣判 他们的政府就先把进华给列入黑名单了 更坏的是 长江存储崛起后 刚要扩大规模 他们又用同样的套路搞残存 这还没完 美光还在中国内部搞事 不仅解散了中国地区的研发部 还把这些人都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到美国说 这是为了不让技术流入到中国 这就是纯纯的恶心人了 要知道 当时长存在技术领域 已经反超了美光和三星了 至于去偷他们的技术吗 反观美光每年的销售额 有四分之一都来自中国 也就是说 美光这是吃着我们提供的食物 还砸了我们的饭碗呢 这能忍 当然不行啊 这才选择出手给他一点教训 这次他是真的服了 前两天 美光还与福建进华达成了和解 要知道 当初他费尽心机 就是为了把进华给打趴下 如今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 他却选择主动与进华和解 不仅意味着打破了美国制裁的战略 还拔高了中国的影响力 可见美光真的是被打服了 打趴下了 不得不选择认怂啊 可笑的是 我们至今还没选择原谅他 早知如此 又何必当初呢